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粉丝还点击了5分21秒的视频 521记录了彼此的陪伴 热爱 何底 岁月漫长 在音乐平台搜索 粉丝们已经为肖战创作了许多的姻缘曲 例如《遇风》 《春生夏至》 《追差行》 《我见山海与少年》等 这些歌曲中有为肖战的生日而作 也有为记录经历与成长而作 特别是近几个月以来 黑云压顶 粉丝创作了《春生夏至》 《追差行》 以及这一首《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远赃》 送给肖战 也送给自己 这首《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远方》 粉丝还剪辑了一段5分21秒的视频 记录了一些点滴 记录了《灯暖花开》 记录了《舞台上的肖战》 记录了《小王子牵着小飞侠飞向远方》 那是肖战画的 记录了他的休息小视频 看得像个孩子 见到雪的他开心不已 当然最新的肖战一定不能错过呀 丢人寒风吹起 暖屏风霜 黑墨泼在白色的纸张 远方的刮躁熙熙攘攘 你的光只是被落叶遮挡 几个月以来 在肖战显示的露面里 他的光还是不阻挡 有位三月份说 他看到了阳光颜色的工艺logo 傲选凌霜的红眉 提灯笼的小男孩 蛮善意的光点 护士节的蓝西装 或者小红绳 话与母亲节的会发光的小花 花朵 橘子 从几个月以来 肖战毫无影响的空降 对他活动的影响力来看 肖战的光是乌云遮挡不住的 不远走 但去他的远方还有无尽的旷野 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 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 回到你的手里 那些你眼不撒下的汗水 那些你暗自回流的热泪 那些你轻轻的温暖 你悄然的留下宇宙的某一个角落 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 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 汇聚成一道彩虹 飞越时光 回来拥抱你 安心的等待孝顺的作品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